相信大家不止一次听到过缺心这个词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 很大一个原因就是许多国内手机品牌 都没有自己的芯片 当然了 这也不能怪这些厂商们 因为制造手机芯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很有可能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 最终结果却是颗粒无收 日前 OPPO中国区总裁刘伯公开表示 OPPO不排除自研芯片 当需要的时候可能就要去做 因为企业更核心的是要解决问题 这也象征着OPPO会是国内 即华为小米之后 第三家自研手机芯片的消费性电子大厂 供应链对小编透露 OPPO造新的首款产品是6纳米芯片 由台积电操刀 可能是一颗简易版的SOC 或是图像信号处理器ASP芯片 且部分IP技术或将与熬节科技ASR合作 别小看了这一颗6纳米的芯片 就算它只是一颗ISP芯片 研发成本可不低 光6纳米的光照就要1500万美元以上 所以仅仅是流片这一颗小芯片 流片费用就得过亿 要是失败了 重做一个光照 就又是1500万美元 要是再算是前期的投入 以及人员开支等成本 研发费用都是用亿元来计算的 因此进入高端工艺的游戏赛局里 等同走入一个循环式的烧钱游戏模式 一般的中小型IC设计公司根本无法负担 有能力开7纳米、6纳米、5纳米、3纳米工艺芯片的客户 多是大型IC设计公司、系统厂、比特币芯片厂等 OPPO的造星计划的代号为马里亚纳 马里亚纳是世界上最深的海沟 深度达6到11千米 也是地球上环境最恶劣的区域之一 OPPO以此为代号 显然是形容自研芯片的极高难度 据悉 OPPO在去年11月就在内部文件中提到了 马里亚纳计划 项目由去年10月刚成立的OPPO技术委员会 提供投入和支持 该委员会的负责人陈妍也是OPPO芯片平台部部长 曾担任OPPO研究员软件研究中心负责人 还在高通做过技术总监 据了解 目前OPPO做芯片团队已经有1000人 团队工程师主要是来自紫光展瑞 华为海思 联发科 带头高管是前联发科COO朱上祖 再者 OPPO建立芯片团队的目标 是要打造一支3000人工程师的浩大团队 日前网上才传出OPPO高薪挖掘芯片人才 针对上海地区的芯片设计 验证等岗位 开出年薪40万加价码 来吸引专业相关的应届毕业生 相当诱人 也反映这一波芯片热潮中需求远大于供给下 各大企业求财弱可 无不急迫寄出高薪来求财抢人 如果想要造新成功 不仅需要强大的实力 更需要有足够的创新能力 恰好这两点OPPO都是满足的 实力方面不用多说 如果把子品牌的份额都算上 一年两亿台的智能手机出货量 至于创新方面 OPPO那么多专利申请 可不是开玩笑的 截止到6月30日 申请专利已经达到了6万5千件 全球授权数量超过3万件 其中发明专利申请数量超过5万8千件 发明专利申请在所有专利申请中占比90% 可以说正是这种不断积累自身基础 不断投入研发创新的做法 才让OPPO能够有底气去研发自己的芯片 破局中国新 据报道 OPPO芯片研发设计投入500亿元 已经做好长期资金投入的万全准备 不过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自研芯片的前方道路 也不是个个都很顺利 苹果 三星已经走出自己的成功之道 但也有小米的自研芯片之路 走的是颠颇齐驱 手机SOC芯片的研发难度高 包含AP应用处理器和基带芯片 不仅要支援最新的5G频段 还要向下相容4G、3G、2G多摩通信基带 还有图像信号处理器ISP和各种周边芯片 再者 先进制程技术的费用更是只能以烧钱来形容 另外系统厂商跳下来自研芯片 已经是这几年锐不可挡的趋势 对于半导体大厂 系统客户重要性完全不亚于纯IC设计公司 像是苹果、谷歌、亚马逊、特斯拉等 早已经是台积电的重要客户 这类客户的重要性不在于需求数量 而是在于推动产业前进的创新能量 自主开发芯片不外乎三大要件 资金、人才、技术 不但考验口袋深度 更重要的是有持续投入技术的能力与毅力 没有捷径可绕 更要忍受漫长的试错过程 OPPO准备了500亿元 更持续招揽芯片技术人才 加上背靠自家两亿台手机的出货量规模 造新之路备受瞩目 值得注意的是华为海思一直持续研发 下一代的三纳米工艺芯片 麒麟9010 只是后来美国禁令下来 海思的芯片已无法继续找代工厂生产 三纳米工艺的生产计划 也只能暂时停下来 台积电的三纳米工艺制造流程 因为价格极其昂贵 且需要非常庞大的技术支援团队 基于各方考量 也会顺选客户合作 能分配到三纳米门票的客户名额并不多 小编了解到 台积电在筹划三纳米工艺技术时 第一批客户锁定了三家重磅合作对象 英特尔 苹果 华为 这三家客户背后各自有故事 英特尔的一敌一友关系极为敏感 苹果是一路以来的老战友 华为更是全球唯一拿到三纳米门票的 非美系客户 只是现在华为被迫退出全球三纳米竞技舞台 这张难能可贵的三纳米工艺技术门票 国内IC设计公司有没有机会留住 业界有了一个想法 如果OPPO这颗六纳米工艺芯片开发顺利 等同试水温成功 是否有可能把华为三纳米工艺技术的那个名额吃下来 为国内保住一席参加三纳米决赛的机会 这个问题现在没有答案 但并非完全不可能 只是最后不管是谁拿下华为海斯在台积电控下来的这一席三纳米工艺的名额 都会蛮辛苦的 自从英特尔找台积电代工生产芯片后 台积电内部多数的技术支援都被英特尔这家巨手吃光 尤其是三纳米工艺上 耗费大量的工程人力 苹果获得的支援都不一定能比得上英特尔 因此 未来无论是谁 递补了华为三纳米工艺的位置 都不免要陷入技术支援匮乏的窘境 国内是否会有IC设计公司可以顶替华为 保住在台积电的这一席三纳米工艺门票 也成了一个半导体业界有趣的话题 如果说海斯的麒麟为我们证明了国产新的可能 那么作为后续者的OPPO也必将会既往开来 为国产企业未来摆脱芯片控制提供了保障 现阶段不管是供应链的曝光信息 还是OPPO自身科技实力的雄厚 都为OPPO造新的未来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OPPO研制的芯片很快会出现在其产品上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